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睡着的玩家早上起来看到微博上铺天盖地都在聊着新MV如何如何 想到昨晚还在讨论着歌手的五线谱学习进度 今晨却是着另一番场景 哎 恍如隔世 今年的主题曲既没有说传奇永不朽 也没有聊翻山越岭 登峰造极镜 Phoenix 意为了涅槃 讲述了一个略有些俗套 但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 战胜新魔 MV选用了Rookie、Faker、Caps 三位选手作为主角 以他们的三个英雄分别是 利桑卓、卡尔玛和埃瑞丽亚 与三个低谷演化成为新魔来展开 或许比起去年Rise的大气磅礴 今年的涅槃略显平淡 但激昂的旋律清澈的人生 也不失为一曲大作 反正我是已经循环了一早上了 除了MV里被cue到了三位之外 相信FPXR从今天凌晨开始的日子 也不太好过 去年进入MV的选手 似乎运气都有那么一点差 从而引发了MV读奶论的说法 今年的MV居然直接用歌名去cueFPXR 更是有Fly、Phoenix Fly 这样的歌词来了一波大名声 这已经不是毒奶 而是掰着小疯狂的嘴灌奶了 这我硬币哥不来一波冰拳冲击吗 好了言归正传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今年主题曲MV中的几个小细节吧 1.Rookie与利桑卓 MV中Rookie的新魔是由利桑卓化成的 2015年LPL尖堂七代出征 暗淡煞雨回归 Rookie所在的埃及 在最后一天比赛打完之前 就已经注定了小组淘汰的命运 最后一场无论输赢都要回家 这一场Rookie的利桑卓赢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内 Rookie再也没有登上过国际赛的舞台 这场利桑卓 饱含着不甘和绝望 愤懑与屈辱 这场以输家身份上场的利桑卓 是Rookie在之后几年里 可能都会回想起的经历 2.Faker与卡尔玛 这一段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在2017年全球总决赛的第三局 Faker卡尔玛装备已经成型 此时三星手握赛点SKT仍然保有获胜希望 但Faker在中路产生一波致命失误 被三星的维鲁斯R中先手秒杀 导致SKT无法接团直接崩盘 赛后Faker红着眼眶的回头一瞥 也成了那年全球总决赛最大的失落 值得一提的是MV这里的对应歌词 也是照应了Faker的路 今天你会一败不起 还是赢得一片天地 3.Kaps与刀玛 在去年全球总决赛决赛的第一局 Fanatic对阵IG的比赛中 Kaps选出的刀玛线上被抓死两次 15分钟阵亡三次 最终战绩1-6-1 决赛赛场如此拉扎的表现 亦是为欧美网友所诟病 Kaps刀玛不失误就不会输 也一度成为了Reddit上的主论调 4.画面彩蛋 最大的画面彩蛋自然是MV的开场了 Rookie翻看一长串的恶评 然后酷酷的抬头一瞥 这里的地铁车厂内有个小彩蛋 左右两边先是分别出现了 C9和Fanatic的对标 画面再次推动 左右两边又出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KDA组合宣传画 以及AHQ的对标 原来C9是个美容机构 怪不得Sneaky变成了知名女装大佬 Fanatic是送快递的宿运公司 AHQ是个卖饮料的 C9、Fanatic、AHQ 也正是15年埃及所在小组内的其他三个队伍 唉 这个彩蛋不是猎人火鹤 还真有点难发现 此外 地铁的门上 Rookie结晶的手上 Kaps面对的心魔身旁 Faker心魔的背后 也出现了大量的恶评公司 其实说到这个结晶 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第一眼看到我就想到了 最后王冠里面的精化场景 而后导致我每次看到Rookie的手 就会产生一种 下一秒他就要从谁胸前 拔出一把800米大长刀的感觉 前段时间 拳头不是才找了泽野红枝 来操刀新手的音乐 唉 看来这波拳头二次元公司 是实锤了 除此之外 Kaps登场的道路两边 出现了许多许多的眼 应该是暗示不作视野对线 连续被抓被人喷吧 Kaps对面作者的心魔 所面对的电脑屏幕 并不是游戏画面 而是直播画面 暗示对阵IG的这场比赛 也一度成为了他自己的梦魇 MV结尾中 三位选手化为透明状态 走向奖杯 但在场内 还有其他几位透明选手 或许暗示着像Uzi Perks Reckless 这些进入世界赛 来寻求突破的选手 他们也在走着自己的涅槃之路 而场外的几个透明的身影 也或许正是指那些 一直坚持奋斗在赛场上的老将们吧 5 反杀环节 前面我们也聊了三位选手 使用这三个英雄的重大失误 打破桎骨 涅槃重生 这是MV的主题 也正是这三个英雄的主题 Rookie在2018全球总决赛 决赛第一局使用利桑卓 拿下了4-0-14的完美战绩 MV中 Rookie 利桑卓一技巨大的异技能 直接摁死心魔 菲克尔凯尔玛一个RQ 直接秒杀心魔 今年SKT也是以LCK的一号种子身份 重回世界赛 Kaps在2019 MSI决赛 使用埃瑞利亚拿下6-1-5的战绩 掌控比赛 还获得了最终的MSI MVP 对面心魔所面对的对战IG的比赛 也是彻底破碎 在那跌倒 就在那爬起来 直面失败 战胜心魔 为之涅槃 厄平铺天盖地 无疑是最直接的否定 但不能否认的是 输到比赛 最难过的 还是选手自己 我们并不能要求 我们喜爱的每一个选手 每一支战队的每一场比赛 都能获胜 唯有直面的失败 敢于突破 才是电子竞技不可缺少的精神 这 才是涅槃 去年的MV或许是让玩家们展示了一个攀登者的故事 而今年的MV可能更多的是给选手们送上的一份激励 这是一个属于选手们的故事 这是一个属于曾经失败者们的故事 这是一个属于千千万万个不放弃的英雄联盟玩家们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着不放弃的信念 才有了破挨厚力的辉煌 这 就是涅槃 每一年的全球总决赛 或许对每一个队伍 每一个选手 甚至每一个粉丝 都是一次大考 向前吧 一年的努力即将收获 唯有向前 LPL 在哪里 都会放弃的 FM NJ NJ 2 2 6 7 7 7 6 7 9 5 3